你吗 你生日 你吗 你生日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像你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教育你 你从小就教育过我 不能说谎 实话就是 赵培峰以前是我徒弟 不对 是刘教授介绍我去中国制造面试的 我大学老师 他在中国制造当顾问 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推荐你去学习学习 刘教授也是我介绍到中国制造当技术顾问 刘教授是我高中同学杨帆的老师 要不是我安排 你怎么可能在我们院门口见到杨帆 凡兴 我只是想给你介绍一个机会 能否把握住 靠的全是你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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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disaster 蓝星你这干嘛 回美国 我这么做 就是想让你留下来 我最讨厌说谎的人 樊心 樊心 你妈妈不在了 可我还在 这也是你的家呀 这我是实话 那我也告诉你实话 我和我的男朋友徐维之 已经在美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并且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留下来 我们的未来要在那边发展 你们还这么年轻 怎么能这么早就把未来给定下来 你做一道选择题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找到了正确答案 那你还会看其他选项吗 可人事不是考试它没有标准答案 不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我知道你是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 你可以用一切办法帮我铺平道路 但是我告诉你 我在美国这些年 我生活 工作 求学 没有倚靠过任何人 我拿到那个提供 身边有几百个竞争者 可是我把他们都打败了 这些都是我自己争取的 我不想轻易放弃 你想替我做的事情 我自己已经全部完成了 好 爸爸把这些心里话告诉你 告诉你爸爸是怎么想的 爸爸是个不合格的爸爸 你从小到大 上学也好 出国也好 都是你妈妈在照顾你 好 好